中俄的日本海联合演训 那中方呢这一次啊 派出了导弹驱逐舰 奇奇哈尔舰贵阳舰 还有导弹护卫舰 以及补给舰 那么俄罗斯呢也公布消息了 他们是有太平洋舰队的 这个舰艇的编队 那么在参加北部联合2023的这场演习呢 他们也派出了许多的这个舰队 比如说呢大型的反潜舰 以及呢轻型的护卫舰 那么太平洋舰队的这一次啊 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舰艇的 一个联合的演训 我们从里面看出什么样的重点呢 这一天我们都在讨论 这次的演习海空都有 而且呢这个地点就是在日本海 这一次呢是中国的空军首批参演的部队 这些飞官呢他们是搭着运20 然后飞到俄罗斯 再从俄罗斯机场起飞 那么这一次参演的机型 包括运20空警500殲16直20等等 那么在海的部分呢 来日本终于找到消息了 7月18号 日本防卫省通告 中国参演海上编队的动向 在这边通过了宫谷海峡 解放军052D 054A通过了冲绳跟宫谷岛之间的海域 然后进入太平洋 然后日本还说他们出动了 自卫队的P3C反潜机来应对 那么针对这一次的联合军演演训 有哪一些亮点呢 当然刚提到的首次中国的飞行员 还有战机 他不是在中国起飞 他是整批人整个部队到了俄罗斯 从俄罗斯的机场再起飞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反应速度更快 靠近日本海出动更快 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 他说这一次演习是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 所以涉及了防空反潜反舰等作战模式 来宋忠平专家说 这次的参演包含了歼16 他的反舰能力是一大特点 可以看出这次的演习主要是以战争军事行动展开的训练 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个大亮点 中俄空中参演的兵力是第一次从俄罗斯的机场起飞 参加解放军的战略演习 好 有一就有二 那未来会不会有更多这样培养默契的训练 因为这也代表着中俄双方是互信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不然怎么能让你来我的机场这边起飞呢 那另外我把他直接讲完 我们再请接大使帮我们评论 军事专家傅前哨他分析 这次演习在日本还举行 所以呢中国军机从俄罗斯机场起飞 第一缩短空中出击的反应时间 可以更高效的对于在日本海的威胁目标 实施相应的处置 对 因为这个海上联合演习 事实上行之有年 但比较敏感就是他选择的演习的地点 这个地点在日本海 基本上就是在日本家门口演习了 那针对日本的针对性是非常强的 虽然他说我这个是维护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 那不是针对哪一个第三国的 可是问题就在有点像这个 美国的舰艇常常一个月出现在台湾海峡一次 这个引起中国大陆还有台湾这边 都觉得这是一个敏感水域 所以我觉得光这个演习地点就有它针对性 那对日本来讲有高度敏感性 所以这个是有我觉得就是在反映目前 这个尤其在东亚一带 这个军事对立尤其是中俄联手 一起对日本施压的这个态势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表征 第二就是说这次的规模也相当的大 大陆方面的话就是有两艘这个飞弹这个驱逐舰 两艘飞弹这个护卫舰052 054 基本上都是现役的这个主力战舰四艘 然后还有一艘这个护卫这个补给舰 那么就是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战力的 一个舰队参加 除了这个海军之外还有空军 空军的话这次有这个运20 因为它的很多人员 因为这个要到这个俄罗斯的机场起飞 所以运20把相关的人员 在演习前一天都送到俄罗斯的这个空军基地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歼16就是这个宋忠平讲的这个 这个是大型战斗机反潜能力极强的 所以反舰能力反潜能力都很强的 电战能力很强的一个机种 也进入了这个演习的场域 还有就是这个空警500 这个就是基本上 这是一个战时的一个勤收 一个情报收集 还有这个发射指令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空中指挥中心 对所以这个都是第一线的战机 第三第一线的这个海空军的舰艇 这个说实话也是非常先进的舰队 那俄罗斯方面也是四艘战斗舰 另外还有相应的这个空军的 这个都参与了 所以是一个大规模有针对性 然后基本上呢我觉得就是说 时间上也是相当敏感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整个把它扩大来看 也就是中俄的军事同盟 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军事的结盟 已经不宣而成了 也就是没有说 也只是说我们没有 不是像北约搞一个条约 可是呢 常在一起 际上的宴席啊 这是演习啊 这是演习 所以呢 这就已经象征这个两军 在第一个有共同针对的敌人 因为你这种结盟 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对象 那是密而不宣 当然日本是一个密 幕后面还有美国啊 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个政治讯息 另外就是说双方的 这个整个的出展 不管是空军还有海军啊 基本上它都是极为 怎么讲呢 作战力量都是非常强的 非常现代化的 那现在这个事实上 这个舰队两边舰队出去的话 你第一个当然是什么 当然是对舰作战啊 还有反潜啊 还有呢就是说 这种整个这个区域的控制 所以我是觉得 这样子的情况 你今天如果站在日本 或美国角度来看的话 你一定有被威责到的感觉 是 而且这一次驱逐舰护卫舰 因为一般潜舰出来 是不会告诉大家的 它就是保持一个神秘 所以呢 我以这样子的一个 你知道啊 想象起来就差什么 就差航母了 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 像雷根号不是一天到晚 也是到哪个港口拜访 哪个港口演习 未来有没有可能 中国大陆的航母也到海森威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那中国大陆的整个战略 基本上就是说 在这个水域 是中俄有共同利益 因为有共同的敌人 所以就是说海军方面的连演连训 那么可能会继续加强加深 这个是一个年度性的 2023嘛 将来会不会2023号 那么接着年中一个 年底一个 因为相对的话 就是说美国跟他的盟友之间的 这个连演连训的比例 也是都在增加 在增加 所以我觉得这个频率会增加 第二就是说 规模可能会往再往上升 那最近我们听到 看日本在它的大东岛 东面 它要做这个飞弹 所谓的这个 它就是说机动的雷达基地 那就显示一个 也就是日本今天面对俄罗斯 面对中国大陆快速 这个增强的海军战力 日本的东面现在已经空虚了 所以现在如果说将来演习 在日本的东面的话 事实上的话 对日本形成的 这个威胁更大 那日本势必要投注更大的 这些军事的预算 才能够把它 比过去是我面对的 面对的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这个西面 它是一个防御的 一个很好防御 可是它东面 因为你要到威胁日本的东面 你就要必须有移动基地 这个航母就是一个移动基地 另外一个像这种 驱逐舰中国的05大区 它是一个攻击载台 它有100多个垂直发射警 它到日本东面 日本的东面 也事实上也等于就是说 是一个软肋 所以现在这个整个情况 我觉得随着中国大陆 武器的 这个还有这个 不断的提升 数量不断的提升 战术上也就随着改变了 那对日本就形成一个包围状态了 日本可能过去可以把 它的防守线放在西岸为主 对 那又在第一岛链跟中国大陆 这个中俄的边界这一块 可是现在不行了 现在它的东面已经什么 它背面已经列入 尤其中国大陆 这快速车上海军一个打击的一个 可能的打击一个范围以后 对日本来形成强大的威慑作用 没错 这也难怪美日韩的军演 16号也同步的在日本海的海域 进行联合演示运 那这一次美日韩 他们也是出动了三艘的 宙斯顿的驱逐舰 那韩国海军的利古里尔号 那美国海军是约翰芬恩号 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摩耶号 那么宋宗平是认为 日本海本来就是公海 各国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演练 美日韩可以 那中国当然也没有问题 好再来说到了运20 我们来看一段影片好不好 中国大陆自主研发的大型运输机 我们说昆蓬运20 量产之后呢 它已经成为解放军空军的 这个运输主力了 常常我们在看 包含了这个运送这个红旗的飞弹 以及呢 送这个防疫期间的 比如说口罩啦 疫苗的物资 都是靠运20 那长春航展26号要登场了 大家也在关注今年的亮点 那大陆中部战区 最近呢 就在进行运20 非常大规模的 跨昼夜飞行训练 我们带大家来直集 所以这个运20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很多这个 有关运20的消息 以及呢 它在演习当中 也有出现了 昆蓬运20 我们昨天也谈了很多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点新的 那今天呢 美国啊 又有一个消息了 战略核潜舰 开到了釜山港 6月的时候呢 是核动力潜舰 现在呢 直接把可以搭载 20枚三叉戟二型 潜射弹道导弹 每一枚可以搭载 四个核弹头 可以打 总共可以载 80个核弹头的 这样的一个核潜舰 停到了南韩的釜山 代表什么意思呢 当然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近南北韩 这个局势呢 真的是除了互相之外 蛮紧张的 北韩日前呢 试射了新型的火星 18洲际弹道飞弹 那美日韩 刚刚我说到的军演 那么说是要来对抗 北韩的威胁 那美国呢 也是睽違42年 让肯塔基号的核潜舰 停到了南韩的釜山 象征什么意思呢 好总之呢 昨天才射完飞弹 北韩今天 19号清晨又再度发射了 两枚飞弹 等于是这个调性意味 也很浓厚 那面对美日韩的演训呢 那中俄也派出了 多艘的军舰在日本海演习 那么外界认为 这个颇有美日韩 跟中俄较劲的意味 我们先带你来看现场 19号清晨 北韩再度朝日本海 发射两枚短程飞弹 这次继12号以来 短短8天之内 北韩再度试射飞弹 因为前一天 南韩政府18号才宣布 美国战略核潜舰 肯塔基号 快为42年抵达浦山港 因应北韩频繁发射飞弹 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美日韩16号举行的 海军联合飞弹防御演习 模拟反制北韩核武级飞弹威胁 同时也是回应北韩火星18型 洲际弹道飞弹的挑衅举动 如果从位置来看 这是罕见的 在日本海进行的联合反导演练 特别是它的距离 与朝鲜特别紧 既在支持 专家分析 美日韩选在日本海军演 针对北韩的意味浓厚 三方出动驱逐舰进行联合演习 报道称 此次演习动用了三艘宙斯顿驱逐舰 分别是韩国海军的利古里尔号 美国海军的约翰·芬恩号 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摩耶号 其实今年6月 美国另一艘核动力巡异飞弹潜舰 密西根号就曾抵达釜山 美国再度出动核动力战略潜舰 停靠南韩 加强朝鲜半岛的防御 面对美日韩三国联手 中俄两国也不妨多让 18号上午 大陆派出的七齐哈尔舰 贵阳舰 以及早庄舰 日照舰等导弹护卫舰 所组成的编队 也都抵达了日本海周边 与俄方会合 至于俄罗斯则派出了 潘杰列耶夫海军上枪号 以及特里布茨海军上枪号 大型驱逐舰 据大陆解放军表示 中俄军演的目的 就是要保障战略水道安全 然而外界却认为 中俄本次军演 特地选在日本海举行 与美日韩较近的以为浓厚 日本防卫省也表示 严密监控中俄军演的发展 接着领和最后报道 大使你怎么看呢 美国核动力潜舰也来了 现在核潜舰 战略核潜舰也来了 那当然对北韩来说 是一大威胁 那么另外对于中俄来说 更何尝不是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 象征性的举动 象征性 因为这个战略核潜舰 它基本上是 不要让你看到的 它是在所谓的 核子战争爆发以后 第二级的相互保证的第二级 它露出水面就表示 只是我就是来 告诉你我来了 告诉你我来了 那美国比较多的是说 核子动力的攻击潜艇 它在水下这个攻击 可是他们通常都不太露脸 那为什么这次到釜山去 42年以后 其实我的研判就是 尹熙悦不断的要求美方 因为尹熙悦你记得 他上次在唱 American Pie的时候 在华府表演 他们那次达成一个协议 发表了一个宣言 叫华盛顿宣言 4月26号 今年4月26号 那个里面就 讲明了 美国的核子潜艇 要到韩国的港口来访问 那人家就说访问的话就是 来一下嘛 它说一个常规性的访问 那就是说可能以后不是一次来 可是什么时候来不知道 那就会来一下 它跟进驻韩国的这个港口 是完全不同的意义 所以很多专家讲说 这个没有实质的利益 它只是来秀一下肌肉 靠港可能补及下就走 补及下就走了 它不是停在那 釜山不是它的母港 对 这个意义完全不同 可是呢 这是韩方它很需要 因为在这个之前 甚至在宣言之前 当时隐习要 它就对外放话 它说韩国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对 那事实上是笑话 韩国是签署了这个 联合国下面 反核子核武扩散条约的 它是不准 不被国际社会允许发展核武的 如果它核武的话 照过去伊朗跟这个 这个北韩的例子 联合国会通过 制裁的决议案 韩国是没有机会的 对 那么好 这个所以隐习越在那边 这个怎么样 这个草嘛 所以他也是打了一个核武牌 打一个核武牌 他认为 他认为北韩的核武是对他的 我觉得他的判断有错误 北韩的核武不是打南韩 动不动都一千公里的 对 北韩的核武是要打日本跟美国的 所以因为北韩的立场 南韩是他的国土 然后他用核武器打自己国土 所以这个隐习越 我不知道他的逻辑怎么说 不过他基本上他换得了一个 美国就说那我核武器去 那这个我们刚刚讲看 Kirk Campbell 他们也成立一个叫核资商小组 Kirk Campbell是到这个韩国参加这次会议的 不过整个来讲 我觉得象征性意义比较大 可是韩国呢 好像需要这种象征性意义 他就是要这个象征性意义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又把这种国防问题给政治化了 所以有可能是美国一直告诉你 你要把北韩塑造成他要打你 这样我才能够来保护你 就是各自都有各自的利益 就如同刚刚大使所说的 浅见 不论是什么样的浅见 战略核浅见也好 动力浅见也好 其实一般来说 他的去哪里都是保持非常神秘的 但为什么这个刷存在感在韩国这么明显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用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利美不会告诉你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 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